这个就是我们苗圃旁边种的幼木树 然后长了一年了 之前它不是比我还要矮吗 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我们苗圃不是经常有小松鼠吗 它把我们的鹿角就挖了个洞住在里面 然后有一次我看到它带了个女朋友回家 结果呢 今天我发现它的另外一半就掉到这个水里面淹死了 就不知道怎么的 它一个人在苗圃里面串来串去 转来串去要找它的女朋友就找不到 我的妈呀 这个桶里 我靠太吓人了 哎呦吓死人了好不好 然后我们把它埋在了这个树下 我们苗圃的小动物啊 故事还挺多的 每一棵幼木树上面都有一个死去的小动物